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这大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军训特别报道 我是主持人姚明吕 结束了一连几天的音语天气 我们昨天也终于迎来了新生军训的第一天 同学们的军训热情 从清晨穿上一身笔挺的军装 喊出第一声嘹亮的口号开始 就已经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都说军训是大学生涯的第一课 同学们为了给教官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 昨天下午 教官也来了各个连队 正式投入了2015年的军训工作 今天是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 军训第一天 也是迎接陈迅官兵的日子 整装待发的新生们 以整齐的队伍 静静等待着陈迅官兵的到来 下午两点左右 陈迅官兵列队抵达了训练场地 并进入了各自所属的连队 开始进行下午的常规训练 战军姿 练军歌 镇军装 在训练时 同学们严肃认真地完成着教官的每一项指令 在学唱军歌时 气氛又变得欢快热烈起来 在教官的带领下 各连之间还自发地进行了振奋士气的拉歌比赛 在接下来两周的时间里 我们的同学们都将和教官们一起朝夕相处 共同完成各项军训任务 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同学们对教官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教官还是蛮和矮可亲的 也蛮逗的 我觉得教官严格的时候特别严格 然后也特别合 就是比较严肃那种 然后穿上军装就是蛮帅的 在工作中非常严格 在私下里可能会非常和尚 会和我们非常友好的相处 为期两周的军训生活 随着陈训官兵的到来正式拉开帷幕 想必在此期间 同学们与教官之间并会产生深厚的战友情谊 我们也期待接下来的军训 同学们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这大电视台记者报道 这一股青春洋溢的激情 也一直延续到了晚上的动员大会 古人作战出征总讲究一个仪式来提振士气 我们的军事训练也毫不例外 口号嘹亮斗志昂扬 每一年的动员大会总能让人热血沸腾 大家还记得三天前的开学典礼吗 这一次新生再一次集聚在学校的体育馆 为接下来维持两周的军训生活 替自己加油打气 2015级新生军训的号角也在这里吹响 8月25日晚 浙江大学2015级学生军训大会 在体育馆隆重召开 继军训师师长致辞 陈训教官代表讲话之后 参训学生代表也进行了发言 学生与教官一起唱响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歌 表达了参训学生对于认真完成军训的强烈使命感 以及在军训中全力以赴的良好心态 军训师政委严建华副校长也做了动员讲话 他指出同学们要在军训中克服困难 养成良好习惯 军训中也最能体现出团结之美 拼搏之美 同学们认真听讲 面对军训调整心态 也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 军训虽然苦虽然累 但是对我们也是各方面的一个锻炼 因为大家来到浙江大学追求的 不仅仅只是基点和成绩 更重要的是把自己培养成全方面的人才 之后校党委安全保卫部部长成为老师 为同学们进行了校园安全讲座 动员大会后 明天同学们也即将迎来更加严酷的军训考验 这大电视台记者报道 从网线来看 一提到军训啊 苦和累 我往都是同学们所提及的高频词汇 除了每一天必须的训练项目 写稿子 唱军歌等 都是每一位同学要完成的任务 而在今年军训开始之前 我们也随机采访到了几位同学 问问他们 市场中的这大军训是怎么样的 或者他们又为这次军训做了哪些准备 很充实应该 肯定女生是事儿都很黑的老十岁 所以这样吧 历史比较严明 然后团队比较大 大家之间合作比较好 为什么是在雨下晚之后才军训啊 特别累 特别辛苦吧 然后时间特别长 要求特别多 就是有打枪 然后一起战军姿 很苦很长 睡得很少 然后活动也会很多 很丰富 每天早上很早起床 然后很晚睡觉 超级辛苦的那种 朝气蓬勃的感觉 我希望它会下雨 就这么阴天就行 对 非常期待军训的文艺会演大合唱 就性生气嘛 首先这幅要洗好几遍 肯定防身上这是一倍 我们刚才领到了清凉油 买了好多补充维C的什么药 然后还有鞋垫腰带啥的 刚刚在那边扫了二维码 可以军训的时候免费洗衣服 清凉油 过费几双鞋垫 我还没有开始做准备 我希望试试大演练的时候 可以做个神枪手势的 我连真枪的还没碰过 我也没有碰过 我很期待拉歌 其实虽然我不会 我五蝇不全 要是有领唱的话 我想担任领唱 教官可以帅一点 温柔一点 教官是个妹子 最好 能商量的还是要商量 不要全拿脚提供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了 多认识一点人 我们有信心来完成这次军训的任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军训特别报道的主要内容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浙江大学广播电视台 微信公众平台 声像浙大和其他栏目 节目最后 是由我台摄影师带来的 军训精彩瞬间 我们下期再见